一课精选 好知识就在耳边 那我们大概看到现在汉字的翻译版本有不同的几个翻译 里面包括非常有名的翻译的大师玄奘的翻译 可是很奇怪 我们现在读的几乎都是九摩罗斯 那我去过九摩罗斯翻译这部经的秋辞国 就现在在新疆的科治尔石窟那个地方 我对九摩罗斯充满兴趣 因为他的生平有点像一个传奇 我像很多朋友大概都知道他的祖先是印度的王子 后来大概受到一点迫害 所以他们就流离失所到处流浪 然后竟然绕过了很多地方 然后来到了秋辞国 就是科治尔石窟 大概是魏晋南北朝的时期 然后他就在那边开始翻译佛经 那你会觉得一个外国人 就是我们如果用汉译来讲 他是一个母语不是汉语 可是他竟然翻译出这么漂亮的一部金刚经 我读到金刚经里面很多的部分 我觉得他像一个诗人 就是那些语言的漂亮 你常常会觉得我使用汉语 可是我大概都没有把他用到这么漂亮的汉语 所以大概在五次运动的时候 像梁启超这些人 都特别赞美过九摩罗斯的翻译 就认为他创造了一种易经体 就是翻译佛经的一种特别的文体 而这个文体也使得中国的文学的文体 发生了很大很大的一些改变 因为它不完全是从诗经或处词来的问题 它里面有一些很特殊 比如说很多地方是保留音译 不是意思的翻译 比如说我们讲波罗蜜多 就是声音直接翻译 那等一下大家可能也会思考 什么时候它会保留音译 什么时候它用汉译 那个大概已经是一个大智慧 而这部经为什么在大众之间流传这么广 远比玄奘的翻译要好很多 我用一个比喻 不像恰不恰当 我觉得玄奘是一个大学问者 学者的文字有的时候它的准确度非常的高 可是有时候它脱离了民间使用的语言 可是纠摩罗斯如果它是诗人 如果用这个比喻诗对的话 诗人的语言其实是很贴近生活的 所以因此我们在读纠摩罗斯的版本 我们今天讲的三个版本 其实都是纠摩罗斯的版本 那它在汉译的这个金刚径的系统当中 影响力远远超过其他几个人 那我想我们今天没有特别说去比较这六种不同的汉译 可是下面有一部分我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在金刚经里面是重复出现的 刚刚开始读的人会很焦虑一直问我说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到底是什么 因为好像这个是一个核心价值 因为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这件事情是整部经很重要的一个开始 虚普提问佛陀的时候 从这个东西开始的 可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玄奘的翻译 发去菩萨称者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玄奘很希望它变成一个汉语当中 可以被理解的意思 可是纠摩罗斯完全没有管意思 他就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它根本是一个声音 那也许大家都会觉得 纠摩罗斯的翻译用声音这样翻译出来 是跟汉语的大众很隔阂 其实不然 很奇怪 现在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变成所有大概在这个信仰当中的人 非常熟悉的一个语言 当然你如果从他原有的这个梵文的音 我看到的几个版本很有趣 那个阿是有一点赞叹的意思 然后纳特罗这样子发展下来 所以跟我在读阿诺多罗的时候 因为我们习惯二加二等于四的诗经文体 所以我们会阿诺多罗四个字连在一起念 可是你可以了解一下 就是最早的梵文的版本 它那个阿有一点像那个发音 就是一个赞叹 然后无上正等正觉 如果翻译成无上正等正觉 跟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它的差别又在哪里 这是我在读这个经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我要方便别人懂意思的话 我可能会翻译成无上正等正觉 因为我觉得他的汉字的意思很清楚 可是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根本是一个声音 可是纽摩罗斯当时是依靠什么东西判断 使他这些东西他不翻 他宁可保留声音 因为我们知道对于佛教信仰当中 其实有很多咒 咒本身并不只是一个意思 它不在于懂而在于发愿 所以因此那个声音本身的力量 在我自己现在早上起来读诵的过程当中 读跟诵也可能是两个事情 因为诵的时候它里面有声音 就有点像我们在听贝多芬马勒的音乐的时候 其实那个主题旋律对你来说 它其实是一个诵 它并不是一个内容的含义 所以我就越来越开始 对纽摩罗斯的翻译有兴趣 就因为它保留了许多 介于音译跟汉字的字译之间游离的东西 可是我还是很好奇 就是他怎么判断哪些东西用音译 哪些用含义 而这个人后来在丘子国变得非常有名 有名到五湖乱华的那个很多小国家 我们知道在定度在长安的前秦复奸 竟然派了七万军队去抓纽摩罗斯 因为他是国师 那这个抓很有趣 就是派兵去打仗 灭掉丘子国 就把纽摩罗斯压结到 用压结也很奇怪 就把压结到了长安 其实是尊敬他 觉得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可是我想前秦复奸这些统治者 他们要把纽摩罗斯弄来不见得是佛教本身 有一部分是太多传说了 好像这个人会做法一样 好像这个人身上充满了各种的奇怪的能量 所以他们竟然派七万兵就把丘子国灭了 然后把纽摩罗斯弄到长安 他到长安以后 被逼迫结婚 就是破绝 所以大概也是他生命里面非常特殊的事件 对于一个十届的一个出家的高僧 最后他必须要迎婚两届都毁掉 那在传说里面甚至当时说很多的出家众 因此觉得你怎么可以如此 你如此的话 我们也要这样子 所以后来这个故事的结尾非常传奇 就纽摩罗斯当众拿了一个钵 里面放了很多的针 然后就一口一口吞那个针下去 所以如果你们可以做到这件事 迎婚两届你们也可以不守 那我想 我常常觉得应该有一个好导演来拍纽摩罗斯 我觉得比念影仰还过瘾的 就他里面好多的传奇 而这些传奇在一个信仰 宗教的信仰 同时又是许多的传说里面 形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人物 所以当然我们今天在读他翻译的金刚经的时候 这些故事还是会出来 就觉得这个人好特别 就是包括他对于一个汉语 这种翻译的能力 你就觉得怎么可能有一个外国人 汉语不是母语 而最后他可以使用这个母语 到这么灵活跟这么完美的这样的一个地步 所以有机会大家可以去克兹尔石窟 就现在叫克兹尔 就是古代的秋辞 秋辞国 我去的时候这个地方其实已经有一点荒废 上面有鲁木罗斯的像 大概去的人都会跟他拜一拜 因为很少人没有度过鲁木罗斯翻译的金刚经 然后这边有很多的洞窟 这些洞窟跟敦煌的洞窟非常不一样 因为他保留的是非常早期的洞窟 所以里面的飞天都有翅膀 就跟西方的基督教的天使的翅膀完全一样 就是完全画出来的一根一根的翅膀 所以我觉得秋辞国很值得去看 就是他可能是早期佛教从中亚或西亚那边传进来的时候 他跟中亚西亚的文化连接在一起的关系 所以甚至你会怀疑说 这些有翅膀的天使 是不是跟早期往西边传的基督教的图像有关 因为后来在敦煌 大概我们看到飞天很少有画出翅膀 都是用镖带来做表现 所以也许秋辞国为鲁木罗斯去 或者将来其实作为中西交通史里面 蛮重要的一个有趣的一个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